我们今天生性业果的部分是学习 《咸云一言经》的第一卷第五则 海神难问传人品 海神难问传人品 这是在佛陀时代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讲给大家听 说如是我闻 那个时候佛陀在色谓国奇述几孤独猿 就是虚打长者为佛陀见的金色 那个时候色谓国里面有五百个商人 他们准备要入海采宝 进入大海去采取宝物 他们想说我们需要一位指导我们的导师 让我们在航行期间能够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他们就很认真的 请了一位受持五戒 五戒持得很好的居士 陪着他们一起进入大海 来到大海上之后 有一天大海的海神 他就用他的神通的变化 化身成为一个很丑陋很可怕的人 全身的皮肤都是黑得不得了 然后嘴里面长得獠牙 头上还燃着烈火 然后又力大无穷 就站在他们的船的前面 牵的那个船 让全船的那个商人都很害怕 然后这个时候海神就开口了 说你们这个世间 还有看过有谁比我更可怕的吗 更让人部位的吗 那那个时候呢 商人全部都吓成一团了 那那个时候那位受五戒的居士呢 他就从容不迫的 对这个海神化身出来的很可怕的怪物讲 说呢 我见过世间有比你可怕千万倍的人 然后海神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然后这位受五戒的居士 优婆舍他就说 世间上有一种人呢 他们造十恶业 杀到淫妄 贪嗔邪贱 妄言其语两舌恶口 造了这种十恶业之后呢 而且也不知悔改 造的恶业很重 死了之后呢 因为这样子的恶业呢 堕入地狱 受各种各式各样的苦 你就会看到地狱的恶族呢 把这些犯罪的人抓着 或者是用刀砍 或者是用车子去压 然后把他身体分裂成好多块 分裂成好几千块这样 然后再用石旧去倒 用石墨去磨 然后再用刀三剑术去折磨他 然后用装满火炭的车 把他丢到装满火炭的车里面 把他丢到这个滚废的油锅里面 好 然后受尽了千辛万苦 而且那个时间呢 是无量节的长时间这样 这些人看起来绝对比你眼前 还要可怕无量倍这样 海神听到他这样讲了之后呢 海神就隐没了 收起他的神通隐没了这样 然后又开了几天之后呢 这个时候海神呢 又化身成另外一个人 非常非常的瘦 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饥饿的人啊 就是瘦到皮包骨啊 然后非常非常的痛苦啊 然后呢 这个人也是跑到这个商人的船上 然后问这些商人 你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好 还有比我更瘦弱 更饥饿的人吗 然后也是一样 大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 这样一个怪人啊 也是荒诚一团啊 但是这时候 这位瘦五届的忧婆舍啊 他就跟海神化身的 这位饥饿的人讲 说我看过世界有比你更瘦弱 更饥渴 更痛苦的 然后海神就问他说 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有一种人呢 千贪嫉妒的业太重 堕到恶鬼道之后呢 跟你比起来呢 他的身体像山一样大 好 他的肚子鼓起来 像大鼓一样 可是他的咽喉呢 细得跟针孔一样 好 然后身体非常的黑瘦 好 乃至于说这个 有的时候嘴巴 看到食物想吃的时候 还冒出火来 好 然后非常漫长的时间 好 数不清的时间里面呢 根本没有办法认识 跟听到食物 或者是水的名字这样 这种人呢 就比你更瘦弱 好 更痛苦 那海神踢到了呢 又消失了这样 又隔了一阵子呢 海神又化身成一个 非常端正 非常庄严 非常美妙的人 出现在船上 那所有的商人都 非常惊讶 怎么会出现这么庄严的人 以前从来没看过 海神就问这些人说 你们有看到这个世间 比我还端正庄严的人吗 然后还是这位 受五届的幽婆舍 他就跟海神讲 我看过 有比你端正庄严 更无量倍的人 海神就问他说 为什么 他就说呢 这世上有一种人呢 他们很虔诚的 皈依尽性三宝 然后常常的做布施跟供养 累积了殊胜的善严之后 他们会投身到天上 那个天人的端正庄严 远超过你无量倍 你这种长相跟天人比起来 就好像是一个瞎眼的猴子 跟美妙的天女相比一样 这是完全没办法相比的 海神听到他的答案也很佩服 后来海神就从海里面 摇起了一捧水 双手捧的一捧水 然后这样子问 这个受五届的幽婆舍 说你看看我现在手里的海水多 还是大海里的海水多 这样 然后受五届的幽婆舍居然跟他讲 你手里的海水多 然后海神就非常奇怪 说全世界都看得出来 大海的水远比我手里的海水多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然后受五届的幽婆舍就跟他说 大海里的海水再多 等到结末大火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河流迟早 所有的大海都会被烧干 一滴不剩 可是如果你手里捧的海水 你认真的把它供养给师长三宝 那你就会积聚无量无边的善业福报 这个善业福报呢 会让你长节受用 无量无边的富贵快乐 绵延不绝 好 远超过一节的时间 因为节末的时候 大火就会出来烧毁一切嘛 须弥山都会烧成灰嘛 可是你这样一捧海水 很认真的供养师长三宝的福报呢 是多生多节 都会继续增长 不会消失的这样 所以我才说 你手里的海水比较多 海神听了就非常非常的佩服 就很礼敬 这位受武界的幽婆社 然后呢 海神就把他在海里面 珍藏的珍宝呢 分了一部分给全传的商人 然后又特别把一部分 最好的珍宝拿出来 托给这位武界的幽婆社说 请你帮我带回色位国 供养佛陀跟佛陀的僧团 好那大家就很欢喜的 这个回国 回国之后呢 五百个商人就把 这个海神准备的 这个供养的宝物 还有他们自己想要 供养佛陀跟僧团的宝物 都准备好 一起来见佛 然后跪到佛前 很认真的跟佛陀报告 他们在海里面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也都同时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发心出家 跟佛陀求请出家 然后佛陀就说 善来比丘 讲完了之后呢 他们就虚法自落 然后袈裟也自动穿在身上 马上成为比丘 然后佛陀再为他们说法 马上就全部都证得了阿罗汉果 好那这是佛陀时代 发现在色位国的真实故事 那时候与会大众 看到佛陀的说法 跟这样殊胜的这个神变 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欢喜 皆大欢喜一教奉行 好那这就是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生性业果的公案 有个人 给大家 观看 你 没什么 回想 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